早上好 大家好 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 跟华裔生活联合举办的健康大讲堂 我们今天的讲座是 关于大脑健康和老年失智症的 我们的讲员是我们部门的社工 专门做这方面的社工 Kendo女士 今天由她来主讲 我会为她翻译 大家知道老年失智症 现在在美国的老年人群体中间 是比较显著的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的人 寿命越来越长 85岁以上的人 每三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是有老年失智症的 所以我们华人中间也有很多的家庭 可能对这个老年失智症 我们是非常地了解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讲座 就是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老年失智症是什么情况 然后如何能够早期的筛查和预防 还有就是照顾家里面有失智症的家人 这样子 她是一个专门的专门 她是一个专门 她是一个专门的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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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一个专门 她是一个专门 她是一个专门的专门 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介绍 什么是老年失智症 也是咱们中国人俗称的老年痴呆 或者在港台地区 翻译成为大脑退化症 我觉得那个是更好的一个翻译 那我们今天会介绍 这个大脑退化症 跟那个正常的 我们那个变老了以后 我觉得脑子不如以前那么灵光 两者有什么区别 那大脑退化症 或者说老年痴呆呢 它是一个通用的词汇 它是指所有的这种大脑的 因为年龄的缘故 而引起的大脑的这种退化 而导致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记忆力 语言能力 处理问题的能力 和思考的能力都严重地下降 导致我们日常无法正常生活的一种疾病 所以 所以 Dementia I also kind of like to explain it by thinking of it as an umbrella term 所以 the wordDementia is again that general term for all those different symptoms related to memory and thinking but under Dementia we have all these very specific diseases so Alzheimer's disease Body Dise VascularDementia there's about 110 different types of Dementia 那其实这个老年痴呆呢 它是一个大的概念 那 在这个大的概念下面 大概有一百多种不同类型的老年痴呆 大概有一百多种不同类型的老年痴呆 they all relate to things 甚至 having to do with your brain thinking and a lot of times we specifically think it's about memory which is a component of Dementia but it really relates to a lot of different pieces of your brain you know when you think about your brain it controls everything that we do so Dementia can touch a lot of different parts of our day to day life so memory, thinking, orientation knowing where you are and when you are understanding what people say to you and being able to express things to people and making decisions as well your judgment 所以这个老年痴呆或者说叫大脑退化症呢 我们很多人一想到的时候 就会觉得它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 就会觉得我们记不得东西了 但其实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一切的东西都管的 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大脑退化症的时候 我们的这种不但记忆力下降 我们的思考能力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没有太注意到的就是方向感 就是你认不清地方了 还有就是你对很多东西的理解的能力 还有语言表达的能力 计算的能力 学习新的技能的能力 还有你对很多东西的判断力都会受到影响 那那个大脑退化症呢 有一百多种不同的类型 就是老年痴呆有一百多种不同的类型 最主要的大家常听到的有四种 就是根据大脑里面不同的那个部位受到的损害 而导致的这个退化 我们主要最大的一个类型就是阿兹海默症 第二种类型是血管引起的老年痴呆 还有第三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叫路易体老年痴呆 第四种是额叶孽型的老年痴呆 就是大脑的不同部位受损引起的 所以之前我们谈到这四种类型的严股 我还要提到这另一个叫做某种类型 当我们谈及到调传的严股 或者 MCI 很多时候你会听到这种人的严股 我们要评论 我们要评论 但是它真的就是尤其是尤其尤其是尤其是尤其辘型的严股 and it's um it's a slight but noticeable decline in memory and thinking that's not quite substantial enough to interfere with your daily life so you may notice changes but you're still able to adapt and this type of diagnosis does increase your risk of developing dementia but it's not definite so this this chart kind of helps to illustrate that so if we have normal age-related changes and you know that is that is normal and will not progress into dementia there's dementia which continues to progress but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t can kind of go either way you may stay at that level where you're noticing those changes but not progress into dementia or it may progress into dementia 那今天為什麼我們特別想要給大家介紹什麼是老年失智症 什麼是正常的因為變老引起的記憶力下降 主要就是因為你越早發現的話你就可以越早地去干預 就能夠越好地去保持你大腦的健康那剛才我們介紹了這個老年失智症的幾種類型 那我們現在要介紹一種叫MCI就是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有時候會診斷你得了某種類型的老年癡呆 醫生有時候也會說你只是得了MCI MCI的意思就是叫輕微的認知就是輕微的大腦損傷 就是你有MCI你的大腦功能會有一些損傷 然後呢會跟那個正常的大腦的這個能力會不一樣 但是他還不至於到那個老年失智症的那個地步 然後如果你只是得了那個MCI呢 你可以那個康復 你也有可能那個發展成為那個老年失智症 就看大家怎麼來做大腦的一個這種防護和保健 所以, going back to those four most common types of dementia the most common is Alzheimer's disease and this accounts for about 60% of all cases of dementia and this can occur at two kind of different points is how we break it up there's younger onset which occurs before the age of 65 and that is less common but we do know there is a genetic link to that onset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最普遍的一種大腦退化症 或者老年癡呆就是阿茲海默症 那阿茲海默症呢 是百分之六十的老年癡呆 都是屬於大腦退化症 屬於阿茲海默症 然後在美國85歲的人裡85歲以上的人 每三個人裡就有一個有這個阿茲海默症 那阿茲海默症一般都是人到了65歲以後才有的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他的大腦退化的比較快 在65歲以前比較年輕就得了阿茲海默症 隱 perman的症 兩者自己尋找人 麵症 記表憶ilee 記表記百分之動 記 那那個阿瑟海默症的症狀最常見的就是失去記憶力 比如說他那個剛剛說過的話他馬上就不記得了 還有就是他很難那個吸收新的資訊 就是學習新的東西的能力就下降了 還有就是他們會搞不清楚那個時間和地點 比如說那個他可能會把鞋子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會認不得回家的路 會不知道現在到底是哪年星期幾什麼時候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情緒的變化 就是他的這個個性會突然變得很奇怪或者很難相處 很多人都說是他變不好了 其實是因為他的大腦那個不健康了 所以他的這個情緒控制能力下降了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說老人家容易 就是難搞變得很光疲 其實也是因為大腦的這個退化運氣的 然後另一件事情我們就喜歡去地點 跟 players一起思考的 是我們的 Curtis and unfortunately we do not know the specific cause of Alzheimer's disease right now. We do know that there is a link between Alzheimer's disease and certain protein buildups in the brain. They call them plaques and tangles, thes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proteins that build up in the brain. But it's unclear whether those proteins are a cause of the dementia or a side effect of some other changes that are happening in the brain. But we are very lucky to be very close to a lot of really great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at are doing a lot of great work to find causes and hopefully then cure for Alzheimer's.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 disease?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 disease? It is because of the body of the body and the body of the body that caused the impact of the body. It has caused the cause of the brain. 然後我們相信如果以後能夠找到病因的話 也能夠很快地找到這個治療的藥物 目前這個大腦退化症或者說老年癡呆 是沒有藥物可以治療的 所以這兩種類型的病毒是生肩前的生肩 它加上20-30%的可能性 這個是遺疊疾病毒 they can be so small that you don't necessarily notice them at the moment but there is some type of a blockage in the brain that is reducing blood flow to different areas of the brain and so because of that the effects of vascular dementia can be a little tricky to notice because it depends on the type of brain that's affected the part of the brain that's affected by the stroke 通常包括語言、動作、感情、感情、思考、考驗技術 我們看到的第一類 第二類很常見的老棉失智症類型是血管症狀的老棉痴呆 大概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老棉失智是屬於這種類型 那它是因為長期的多次的中風而引起的血管的血栓 而導致了大腦裡面的血管和神經的受損 所以可能在平時有些人會有那種小中風 所以它不易察覺到它有這種大腦的血管受損的情況 但是積累下來了以後呢 它就會導致這種血管型的大腦退化 然後它最主要的是影響患者的語言能力 行動能力、思考能力還有它的五種知覺感官 就是聽覺、味覺、嗅覺這些都會受到影響 多次的一種重症狀態 ignoring elder dementia, because… study… emphatic... éハート日常 daigs LOOKDRAPH Д снимEM but with vascular dementia, is described as a step-wise PROGR é So… there will be some stroke or a mini stroke and you'll notice the pretty live decline but then things will stay pretty steady and then you'll notice a decline 那血管型的失智症跟其他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其他的老年癡呆你會感覺到它是慢慢的變化的, 但是血管型的血栓引起失智症,你能明顯感覺到斷牙式的變化, 可能說它中風了一次以後,它的這個大腦突然就下降的很厲害, 然後它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可是如果又再遇到中風, 然後大腦的其他部位又受到損傷,你又能感覺到它很明顯的下降, 所以它就是這種下降特別的快和突然,跟其他的那種慢慢變化有點不一樣。 然後來說,這個第三要命中是就說冥ส霜悅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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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是比較少10%到25%的疫情疾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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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個部份的 disappeared我們確實上是來自在尊重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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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第三種比較常見的失智症叫弱酸症 它是大概佔了10%到25%的患者的比例這種類型 它具體什麼原因導致的我們現在也沒有明確的一個說法 但是它經科學研究發現它是跟這個身體裡面的陸液體有關 而且它往往跟那個帕金森的綜合症連在一起 很多人有帕金森的也會有這個陸液體的失智症 那這個症在這個類型在大的人群裡面不是很顯著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我們華人中間特別常見 我在這邊那個服務的好幾個有失智症的客戶 他們都是入一體的這種 華人都是入一體的這種失智症 所以一些症狀的症狀有關 所以一些症狀的症狀有關 有些症狀的症狀有關 有些症狀的症狀的症狀的症狀 那這個陸液體的失智症 或者變成了因爲 eating 他可能是其實他的症狀的 Title 就是他的這個視覺和空間感會發出障礙 近史上疇狀一個是他 就不病 於是他沒有辦法把這個東西 他沒有辦法把這個東西 本土很緊綻好過來入獄 到那個位置去 然後說他對這個東西的一個位置感失去 我有認識一個有路易中和證的老人家 他喝水的時候 他首先不認得他的水杯 然後他會搞混水杯和桌上蠟燭的燭台 他會從蠟燭裡頭拿水一直要喝 另外就是你把水杯給了他以後 他有時候放不到自己的嘴邊 就是他判斷不了那個位置 然後還有一個很明顯的症狀 就是會有很多的妄想症 就是有入一體的老人家 他會跟你講他看到的很多的東西 其實我們知道是不存在的 但是對於他來說是很真實的 他會覺得 比如說他會覺得家裡來了很多的小偷 然後偷他的東西 其實可能是他把他的東西放在了他不知道的地方 但是他會有這種妄想 有很多的幻想的場景出現 為什麼我們要跟大家說這些呢 是讓我們大家在遇到有這樣的情況的老人家的時候 我們要去理解他們 不要去糾正他們 或者說是我們都知道 這是因為他們的疾病所引起的 我們知道能夠如何更好地照顧他們 所以我們可以來講話 所以我們來講 所以我們先講 所以有一個小小的 最終的一個小小的病情 我們會說這次講 是正式的檢查 社群的症狀 這就是其實 是一個析種的 個性的不同的 肺炎 這次是 還有一些 而是 個性之間 但我們知道 是在性的 性的 症狀 那第四种比较常见的叫做 额叶念形实质证 它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部位叫做额叶念 它主要是管理人的这种语言能力 还有这种执行能力的 如果得了这种类型的实质证的人呢 他就语言表达 他的语言功能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就是说话上有点不利索了 就是这个词语他找不着了 然后他的语言功能失去的比较明显 还有就是他执行 就是做很多动作的这种执行力就下降了 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 那个打开冰箱 拿一个苹果出来吃 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当他想要去吃一个苹果的时候 就会变成特别困难的一个事情 因为他先要想到这个苹果在哪里 然后他才能够去想到 怎么去获得这个苹果 就整个过程对于他来说会变得很困难 所以一些的最 common variations of frontotemporal degeneration is the behavior variant and so that affects our conduct the way we act our personality our judgment knowing you know whether things are right or wrong what will happen if we do these certain things our empathy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what other folks are thinking and feeling and our foresight understanding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actions so we'll see a lot of issues with impulse control things like gambling over eating those things that are you know require that impulse control and may not be traditionally how a person would act 为什么我们给大家介绍 不同的类型 导致的不同的症状呢 是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照顾我们身边有失之症的人士 因为像我我就注意到有一些老人家 他的认知能力下降了 记忆力下降了 他会有很多的妄想 因为 路易体是这个症状比较明显 但是在路易体的类型里面 他们的这种执行能力 还有运动的功能 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 我认识的很多华人老人家 他们会那个自己能够走路什么都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他们的判断力会下降 然后他们会跟你讲一些东西 让你觉得就是不存在的 那有一些症状呢 是老人家的这种情绪控制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有可能他的这种 他的这种 对这种 本能的控制能力就变差了 比如他一饿 他就马上要吃东西 而且他会吃过度的东西 比如他一生气的时候 我们大脑健康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管理好我们的语言 但是如果他有了这个疾病的话 他可能讲出来的一些话就很直接 很伤人 那为什么这些讯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呢 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寿命越来越长了 然后如果你活到85岁以上的话 你每三个人 你就有一个人会有失之症的话 我们知道如何去照顾 还有预防 还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你的老爸或者是你的父母 有了这个失之症 那我们要知道怎么去照顾他 怎么跟他相处是很重要的 然后再次看一遍 然后再次看一遍 bele to think things it just means there's a disconnect between what they're thinking, what they're feeling,and being able to get the words out, which can be really frustrating for someone who's experiencing that,and also for someone trying to communicate with that person. And it's actuall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rain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expressive language 那我們給大家介紹那種 就是失之症裡面有幾種不同的這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行為方面 你能明顯感覺到它有變化 就是它的很多的行為舉止表現 我們就覺得這個人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樣了 就是性格大變 而且那個變得很難搞很難相處 這是一個症狀 還有第二種情況是導致了它的這種語言能力 你能明顯感覺到一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異常 包括他可能聽說讀寫 他的表達還有他的理解力 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然後可能你在跟他對話的時候 你會覺得特別特別的困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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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些情況, and as it progresses, you may see changes related to behavior and language. And in these cases, folks are typically diagnosed with whatever variant they see first, but a lot of times you may see someone who is diagnosed with a behavior variant but later develops some of the muscle and motor control. So often a lot of these different pieces are affected as the disease progresses. The third change is the movement of behavior. For example, it is very easy to fall, and it is also the movement of behavior. So we talked about 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dementia, and what dementia is. So now I want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is normal aging versus what are things that would be a sign of some concern, maybe wanting to be evaluated by your doctor. We just want to be able to show everybody the four types of痴症 types of dementia with a different type Now I want to tell you what you will see in these diseases with the familiar Kompoxies, which is a good type of dementia. How important is this to know 大家能够学会和正常的学会区分 什么是这个人有可能有老年时代 或者是这个人只是正常的这种 年纪大的记忆力的下降而已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身边的人 有以下的这十种现象之一 我们就需要带他们去看医生 做一个诊断了 因为越早诊断就能够越早防治 然后就能够越早让大脑 保持更久的一个健康 这样子 所以我们第一个想法是 可能性的症状 是记忆失败我们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年龄时常常常 遂忘了事情 想像一个假访 那第一种迹象就是 你如果发现它有记忆力的下降 影响到日常生活了 那我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如果是正常变老 记忆力不如以前了 可能就是你约了一个人 然后你一下子 就是这个人的名字 画到嘴边 但是你就想不起这个人叫什么名了 要想好一会儿才能想得起来 然后或者说你约了 它是下周五 但是快到了 你就觉得我下周五有个事 但是我忘了是 或者是哪天或者什么事 这些是属于正常的吗 对 这是属于正常的年纪老化 引起的记忆力下降 那什么是不正常的 是需要去看是不是有失之症的呢 就是那个 比如我问我的朋友 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然后他今天告诉了我二十次 我还是记不得 到底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或者是我那个 我写了一个条 贴在冰箱上 说我下周五要见这个人 然后可是我每一天 我一看到 我都要看那个冰箱 看那个条 要不然我就忘了下周五 我要见那个人 就是我知道 我自己只要不看那个条 我就记不得 到底哪天跟他碰面 这个就是有问题了 And the next slide that we think about is challenges in planning or solving problems So it is normal to make mistakes and to sometimes have trouble with some complex tasks I think about balancing your checkbook and doing all your math and getting down to the end and realizing that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nd normally we're able to go back through see where our math has gone wrong But if it is a task that you're really familiar with a favorite recipe that you're forgetting the steps to or having trouble following the different order of operations or keeping track of some of these things that could also be a sign that that there's some changes that are not necessarily normal 那第二个症状是 你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能力 受到了影响 那比如说 我那个每天都做饭 但是我做饭的时候 忘加了盐 或者说是把那个糖 搞成了盐 加进去了 这都属于正常吗 对这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我那个 今天就是记不得这个电饭包怎么用了 就是我就是真的是不会用这个电饭包的 我每天都用的 但是今天我就突然不会用这个电饭包了 这个就是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了 就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做的非常熟悉的任务 但是你发现它现在有困难了 它做不了了 这个就是需要去看医生了 去诊断一下 所以说 the next thing that we look at is difficulty with completing a familiar task so if you think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do every single day and you typically do it the same way every day like taking a shower or making coffee something that is very routine you do it every morning but if you start to have trouble with how do I turn on the shower or forgetting whether you've washed your hair yet things that are typically very routine you're used to doing every day if those start to get more complicated that can be a sign of something that's abnormal 第三种情况也是跟第二种很像 就是你每天都非常熟悉的任务 但是你做不了了 或者是你忘了怎么做 比如说每天咱们都要洗澡 但是你忘了我到底今天有没有洗过澡 或者说我不知道洗澡间在哪了 或者我进了洗澡间以后 我不会开这个水龙头了 热水我不知道怎么开了 这个也是需要一起注意了 and it's normal to forget whether today is the 11th or 12th or 13th or 14th or in January writing 2022 instead of 2023 that is that is normal I would say when you start to mix up seasons or times of year getting a little bit further removed from when we actually are or thinking that something happened just the other day when really it was a few months ago or a year ago and confusion with place forgetting you know where we are and what exactly it is we're doing here it's also important with all of these different signs to think about what a person's baseline is so if someone has always had trouble with directions and is always getting lost when they go places it shouldn't be a concern that they are getting lost every now and again but if we're noticing changes and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the way it's always been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w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at the fourth Cruelish ha 8 I �� Love 5 9 X 9 assim ais 1 j 8 7 il 9 我們去了一個新的地方幾次 然後那個熱不得路 這都是正常的 但是不正常的情況是什麼呢 我有認識一個客戶 她那個女兒已經離開加班 到外州二十年了 但是她一直還認為 她女兒還住在這裡 就這種搞混就是 而且她女兒已經很大了 但是她認為她女兒還在念大學 類似這種很明顯的搞混了時間和替典的情況 就是需要去醫生那裡去診斷一下的 我們現在請大家來跟我們互動一下 你在這個照片上面看到了什麼呢 沙發 沙發上的花紋圖案呢 看起來什麼畫的 對,他們看到的圖案 她跟她們的老大 在看起來 她們的老大 那是和我嗎 她說的 我們要看起來 在她們的老大 在看起來 對,好棒 像咱們大腦正常的情況下,我們知道這個是一個沙發,這個沙發上面的圖案有長得像花的,有長得像一個人臉,但是我們不會認為它真的是花,也不會認為它真的是沙發的。 三個人臉在那裡。 What about with this one? Do you all notice anything that looks strange in this picture? 大家在這個照片裡面注意到了什麼?有沒有什麼特別奇怪的地方? 樓梯,是個成員的樓梯。 是個成員的樓梯。 她說,她看到一些樓梯。 那樓梯,是個成員的樓梯。 對,對。 是吧? 是。 The little runny round looks like a stairway downstairs. Or it could also look like every other piece of the floor is missing. 哦,那個小地板是不是也看起來好像那個地板缺了什麼東西?缺了一塊東西。 好像一個凹槽。 對,像個凹槽,對。 And so, with dementia, it's not necessarily that our eyes stop working or start having trouble, it's that our brain has trouble making sense of what we're seeing and what that actually means. So, it may look like, you know, that every other board is missing or that it is stairs, and I may not want to go downstairs without having a railing to hold on to. It could be really confusing. So, having trouble understanding visual images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s, judging the distance and color of different things around us. 所以,剛才的例子大家就看到, 可能有了這個大腦退化症或者老年痴呆的人士, 他也許他的眼睛的視力,他的物理功能是沒問題的。 就是他其實是看得很清楚那個沙發、那個地毯的。 但是他的大腦的判斷出現了問題。 就是他會認為那個沙發,他認為就是花和三個人臉。 然後他看到那個地毯的時候, 他可能認為就是地板上出現了一個凹槽, 或者是往下走的,下樓的一個樓梯。 所以他會害怕,因為他大腦對這個視覺的判斷已經出現了病變。 他不能做正常的一個判斷。 所以他會害怕進這個門, 他會因為那個地毯的緣故, 他會覺得很不安全。 或者他會害怕坐這個沙發, 他會覺得自己是坐在了一堆花朵, 或者是坐在了三個人臉上面。 We also look at new problems with words in speaking or in writing. So some folks might have more trouble reading, in that by the time you get to the bottom of a page, you're forgetting what has happened at the top of a page of a book. Or maybe in conversation, it's a little harder just to jump in in the middle of a conversation and understand what is being said. Sometimes finding the right word to describe something can be more challenging. We may call things by the wrong name. I talked with someone once who worked with a family who the wife had dementia, and every day she would say, I want to vacuum. And so the husband would say, OK, and he would bring her the vacuum. And she would say, No, I want the vacuum. So clearly the vacuum is not actually what she wanted, but she couldn't find the word for what it actually is that she wanted. was the right thing. And she said, that the sixth effect of the language is that she wanted to express her 比如说妻子得了失智症的情况下 她每天都跟她丈夫说 我想要那个吸尘器 然后她的丈夫就每次都拿吸尘器给她 但是她还是一直说 我想要吸尘器 所以她的丈夫就知道说 她想要的可能是其他东西 但是她忘了那个词怎么说 或者她搞混了那个词怎么说 所以她就一直要吸尘器 但她并不是真的要那个吸尘器 还有就是可能我们正在聊天 她那个突然插进来 她可能那个听了很长的时间 她都不能理解我们到底在聊什么 还有可能她正在看一本书 然后可能同一页里面的内容 刚看两行就忘了前两行 到底说了什么 所以她就看不下去这个书 所以一个东西我们看不下去 is misplacing things and losing the ability to retrace our steps so it is very normal to lose things to misplace things to not know where your keys are but typically if we can't find something we're able to think about where we were when we last had that thing or where are places we normally put it and most of the time we're able to find them again but when it gets harder to retrace our steps and remember where we might have put things that can be a sign of things getting more challenging 那第七种情况就是 她会把那个东西乱放 然后失去了找回那个东西的能力 所以就比如说像我 像我我自己就经常那个把钥匙 就是记得到底放在哪里了 或者是我的卡信用卡就是放在哪里 但是我有那么几个地方 我常放的我想一下 我还是能够找得到 可是如果有到了这个 失之症情况的患者呢 他们就是会把鞋子放在冰箱里面 会把刀放在床上面 会有这样的一种误放的情况的出现 有时候是蛮危险的 对 所以说 缺失或缺失的判断 这是我们想到我们的能力 对方法裔 değiş专门 对方法裔ode そして可以去做 based on our previous experience 費的 例子 对方法裔 nhữngeler 或者是香港人间的 如果是人们自作 syrenよ 没有很容易接受 或那些CHOMG 但它们几句 所以是咱们 那第八種情況呢就是它的這種判斷力的下降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那個詐騙的情況吧 然後我們一般人都很容易被這種詐騙的情況就是掉到這個陷阱裡面 然後那個老人家被詐騙的成功的比例又更高一些 但是有失之症的老人家他們的判斷力會下降到一個地步就是 他被詐騙很多次他還是會相信 這樣就是會比較讓人擔心了 所以 number nine is withdrawal from work and social activities and so this can be kind of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it is normal to be tired or overwhelmed with an activity or a group and want to take a break but if you're noticing someone who has always enjoyed coming to the senior center and all of a sudden not wanting to go anymore or always been a part of a book club and not wanting to do that anymore or that can be a sign that we're experiencing some of these cognitive changes and sometimes it is that a person realizes that things are getting more challenging for them and they may be embarrassed they don't want to go to this group and make a mistake or they may be ashamed or just confused about what this group or program is so they're not wanting to be a part of it anymore and that is really unfortunate because one thing we do know about dementia is that social engagement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it's part of what keeps our brains and our bodies healthy but sometimes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see with folks who are beginning to see some changes yes 突然之間就是完全不想來了 不想出門了 那我們就需要去關注一下他的情況了 我們知道那個預防老年痴呆最好的方式之一 就是多多的跟別人社交互動說話聊天 這樣子才能夠對我們的大腦特別的好 可是有一些有了這種老年痴痴症的人士呢 他們自己也注意到自己的變化 所以他會覺得很尷尬 他會覺得自己討人錢 他反而越害怕越不願意去跟別人交往 那這又反過來會加重他的這個病情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我們身邊有人就是突然之間 就是躲起來了 不喜歡跟別人交流了 那我們要多多的去關注一下他 幫助一下他這樣子 然後再次的一段時間 然後再次的一段時間 是變化了 變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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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我們看到人 會覺得人 會比較多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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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想問一下老年失智症 是什麼情況 然後有四大類型 十個跡象 對吧 大家對於方面的話題有什麼問題嗎 或者是後續想聽到哪些內容呢 因為後面還有兩場相關的講座 佩蘭阿姨的問題是 不知道我們知不知有些關於大腦方面的研究 如果說那個父母是酗酒的話 會不會影響那個孩子的大腦的健康呢? 但我們知道嗎有沒有效果這個是有根感應是ucha男的搖晃 這是類似健康的病核崗部裏件中有vere名換лично 有科學研究發現,如果媽媽懷寶寶時有嚴重酗酒的問題, 寶寶出生後,大腦健康和大腦的發育確實會受到影響。 而且酗酒還有很多成癮的問題是有基因的遺傳。 如果父母喜歡酗酒,喝很多很多的酒,或者喜歡吸毒, 那很有可能他們的孩子也會有酗酒和吸毒的成癮的問題。 他們說,現在這個老年這樣的實質症沒有藥物可以治療。 那發現這些跡象去找醫生有什麼作用嗎? 好,很重要。 所以,他就說,我們剛才提及有病毒的病毒, 所以,什麼可能會有效果的去醫療病毒呢? gave an early diagnosis? Absolutely,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 there's a couple of different pieces there. So the benefit of getting a diagnosis is knowing the type of dementia that someone might be living with gives us a little bit better idea of what the progression looks like, the types of symptoms to expect, and we can learn how to cope with those. there are some treatments availabl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dementia there are a couple that were just released and approved by the FDA that were very hopeful are kind of the first that are treating what we think are the causes of some of the dementias rather than the symptoms specifically and the other piece is there are some other medical conditions that can look like these early signs of dementia so things like vitamin deficiencies or infections can have a lot of impact on the brain so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re's no other physical ailment that's causing some of these symptoms and if that's resolved then that could clear up some of those cognitive changes as well 刚才毛老师真的问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这个老年痴呆没有药物可以治 那我们去看医生干嘛呢 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及早的去看医生 去有一个主确的诊断 是有特别特别多的好处的 第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知道你是什么类型的老年痴之症 那你就会因为我们刚才看到那四大类型里头 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症状嘛 所以你就知道说我可能会有哪些症状 然后这样子我在日常生活的时候 我的家人就知道怎么照顾我 也会知道说这个是我生病正常的一些反应 然后呢 我现在那个医学上 其实有很多的治疗的方法和药物 是可以来延缓症状的 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我知道我的这个类型的十字症 会导致我有摔跤 经常摔跤的情况 那我就可以提前在我的家里面做好这种家具安全的这种措施 这样子那个我会摔倒的风险就降低很多 第二是就算我摔倒的话 也不会对我有大的问题 然后比如说我知道我有这个异想症 或者是我的这种经常会把东西乱放的一个习惯 那我就可以提前去把家里面所有的这种刀子 就是这种容易伤害我的东西 风险我都排除掉 然后那个 然后比如说如果我因为失智症 有这种宴要失禁或者是晚上睡觉就是我需要起夜五六次 然后这就会导致我睡不好 那我就可以那个慢慢的去做一些预防 我就可以睡前少喝水 或者我就接受我现在就需要戴纸妖裤也没有什么 就是我会为自己做很多的准备 来保证我自己就是生活的很舒服很正常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最近FDA 就是美国的药物监督管理局 刚刚审批通过了两款这个失智症的药 它是可以去治疗失智症的一些症状的病因的 就是说我们距离那个 能够根治这个疾病的药物越来越近了 所以所有的这些早期的这种发现和干预 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健康有特别多的好处 然后我们见过有那个老人家出来做见证 就是他们可能患了失智症二十年 我见过最长的一个是二十二年 就是你跟他乍那么的相处 你很难相信他有失智症 而且你很难相信他有二十二年的失智症 就是因为他很早他们家可能有这个基因 所以他就很早就去干预了 然后如果我也见过有老人家 就是尤其是华人的老人家 他就不接受这个东西 他就否认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也不去做任何的干预 就在一年的时间里面 就下降的特别的厉害 完全就是失去了很多的功能和能力 我见过有两三年就走了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 如果那个失控了的话 我们生活里面的各种风险 所有的东西都会增加的 然后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特别好的问题 我想说一下 就上面这个还有两场是吧 我想听一下怎样就是预防 嗯哼 来 去这里 是啊 她说 since we are going to have two more seminars on dementia 她问一下 如果我们可以介绍 一些东西 去防止 是的 它们可以 definitely include that in one of the next ones 我们的练习 there's no definitive way to prevent any type of dementia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and genetic pieces as well but typically we say anything that's good for your heart is also good for your brain so things like exercise and a good diet and social engagement but we can definitely include that in one of the future presentations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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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不會有這個大腦退化症的出現 那一般來說我們的心臟 因為就是靶向器官都是一起的 如果我們的心臟越健康 我們的大腦就會越健康 那讓我們的心臟保持健康的方式 就包括我們要多運動啊 然後我們的飲食上面也要注意啊 這些都是對心臟健康 大腦健康很有幫助的 那我們在後面的講座裡面 會給大家具體介紹 謝謝你的建議 那還有人有問題嗎 我的朋友告訴我 她的醫生建議她吃的沙門 和的蔬菜 所以你覺得這樣做嗎 你覺得這樣做嗎 貝拉伊有個朋友說 她的醫生建議她就是 只吃那個沙維魚 多吃沙維魚 然後多吃那個放眼的食物 就是不要放眼的 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對那個大腦健康會不會好 對 so there's definitely research um related to to diet and brain health um that suggests things like salmon and um fish in general um some of those kind of healthy fats and those types of things um can be helpful um i wouldn't say i'd say it's a magic solution but definitely does not hurt it's something that it has um some other good nutritional benefits as well 那大家我们知道多吃三文鱼啊这些鱼类就是富含这个 鱼肉对大脑都是好的但是就是说那个没有什么神奇的食物是可以就是一下子就让我们的大脑或心脏 所欣资 哈 springs了 是洛念词 洛念词罗念词就是说这个 达ر人与词 系列中的尤人 郎 knows 郎 knows 然后 大脑 whereas увидеть 他的 Mills 远远巴 伊 lim 对 你只會在那裡看起來, 你只會在那裡看起來, 那些人應該是, 我認為日本人也會講話, 你也會講話, 我當然會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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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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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聽是這樣, 剛才這一期你就會講話,